你想要在幾歲 我想要50歲就退休 不想工作了 基本上沒有退休這一回事 可以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因為人如果一休息就會廢 要在幾歲退休 不少民眾各有排算 修正通過 但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 勞基法第54條後 退休年紀不限65歲 讓58歲的吳小姐很有感 螢幕上方黃色號碼 都可以往前取差 手腳麻利不輸年輕人 要不是腰傷 也不會從呆了24年的花店離職 在4年前轉換跑道 在這個年紀說實在 再找一個福利這麼好的 也蠻難得的 其實我如果沒有受傷 第一份那個花店工作 其實我個人很喜歡 一定會做超過65歲 整間素食店86個員工 就有28人超過45歲 中高零二度投入職場 成為缺工就薪 這回收法後 滿65歲的勞工想繼續工作 可以主動跟資方協商 一方面就是讓雇主他可以去 鼓勵高零的勞工來 序留職場 那一方面呢 就是高零的勞工 他也可以跟雇主 來提出一個協商 然後確保他們的權益 三讀條文明定 退休年齡65歲得以放寬 雇主也要在中高零員工 自寢退休或強制退休的前兩年 給予準備或再就業協助 而且 在序留職場不得減薪 好像勢必要這樣子改 因為這個社會不是就是會漸漸高零化 所以那個 勞動年齡應該就是會往上升吧 是應該要讓65歲以上的人 還是有工作權 不能以年齡為由來做一個差別待遇 那如果有違反的情況的話 是除30萬元以上 150萬元以下的罰還 然後可以公佈就是負責人的姓名 還有單位的名稱 此外許認勞工可延續健保 但領了勞保老年解副後 再重新受僱 一樣只能保持災就業保險 至於65歲開始 請領的新制退休金 是否要有配套措施 勞動部還在研究中 新聞 唐信梁俊樂 台報道 更多精彩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 民視新聞網